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25章的总复习题 Part3的部分 第14题 求曲线在这个A1.2-2的切线协律 所以我们做隐含式的维分 2x保留x维分y得到dy by ds 保留y维分x得到1 y平方维分得到2y dy by ds 这个4维分得到0 过后呢 x加2y x加2y抽出 应该是讲dy by ds抽出来 剩下x加2y 2x加y呢 拉过去对面就会得到负值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加的话呢 一个负呢 应该要写前面 所以应该是漏了一个负吧 OK 然后呢 再来把2带进去 2乘2-2 除以2加2乘负2 224 4-2得到2 224-4 然后2-4得到负2 前面有一个负的 对吧 前面还有一个负啊 你把这个两个负抽出来了吧 应该是 所以这个应该是加1才对 所以你会做到负1是错了 应该是还有一个负 它会抵消掉 再来这一题 还记得吗 我们的这个维分 我们乘以 我们除以4 再乘以4 3-4x 除以4x 就会得到1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就会是4 所以这个我的写法 我就省略一下了 OK 大概就这样 然后呢 这一题是除以2x 乘以5x 然后呢 x跟x 基本上是抵消 这个分母乘2呢 分子乘2 分子乘5 分母除以5 所以这边 会等于1 这边也会等于1 然后呢 就会得到五分子2 当然你会讲说 哎老师 这个不是 不是应该是 sign吗 团件也行吗 其实到最后 你把这个sign 也可以拆成 sign 除以cost 然后基本上 它的cost呢 就会得到1 所以其实 团件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 最好当然 最好还是写回 sign 除以cost出来 不然的话呢 有些老师就会质疑说 你为什么 tangent也是可以这样子做 anyway 我是不挑剔了 我是可以看出来 其实 tangent本身也是 sign除以cost 所以基本上 你不理它 tangent tangent2x 所以2x应该也是等于1 应该是一样的 alright 再来这一题 把平方写两次 然后呢 我们乘3乘3 除以9了 然后呢 zen也是一样的 把tangent 当做是 就是sign的 情况一样 so我们这边会得到1 答案就是9分子 okay 还是你们新的 就是老新的一批老师呢 都都有这样子来教啊 感觉上你们两个的做法一样 这样 okay so再来这一题 我们这个1加x分子1的x四方 对吧 x四方就会得到1 所以这边呢 我们有这个4x加1怎么办呢 我们呢 就把它拆成乘法 我们就会变成limit x趋向于无限 然后我们有1加x分子1 呃 乘上x 乘上四次方 然后呢 再乘上一次 1加x分子1的一次方 然后把它分开来 当然在这边的话呢 它会趋向于1 啊 就可以用理它 这边会趋向于1 所以我们会有1的四次方 啊 这大致上是这样 okay so这里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0 呃 减 减3x的话 你外面呢 就会有 就需要有 3x分子1 好 要跟这个是导数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 这个3呢 你除以3 你就要乘以3 然后因为有一个负 外面就要放一个负 那个2又要拉出去 员326 所以最后呢 是1的负六次方 非常好 okay 这一种题目 先进行 常处法 x加3 除以x加1 就会得到1与2 所以是1加x 呃 x加1分子2 然后呢 我们就要再把它变成一个 加1除以2的情况 好 加1除以2的情况 啊 好像漏了什么这样 对不对 所以首先你要先加1吧 你加1你就要减1啊 对 加1就要减1 当然这个呢 我们就 趋向于1 我们又不用理它 过后你除以2 你好像还要再乘以2吧 ok 好像是漏了这一个 所以这一边是1 呃 这一边是1 然后呢 外面会有一个二次方 所以这题应该是1的二次方来的 好 ok 希望这题忘错了吧 ok 接下来再看这个导数 tangent的导数 我记得了 ok 2拉下来吧 好 我们先2拉下来 tangent3x 然后呢 我们就要微分tangent 微分tangent应该是2平方 好 微分tangent应该是2平方 过后我们要再微分3x 就会有一个3 3 2得到6 6写前面 所以6 2平方3x 乘上tangent3x 这个就是他答案 第6a 第6题 第16题b 4拉下来4次方变3次方 微分cos2x 得到-sine2x 微分2x 就会有一个2 2 然后负拉前去4 2得到8 负8x cos2x 2x sine2x 很好 ok 这里3次方拉下来 3次方变2次方 微分second 得到second tangent 再来要微分2x 得到2 3 2得6 写前面 second呢 就会有3次 tangent会有1次 所以这题答案 也是正确 再来这题 second平方 微分的话呢 2拉下来 second呢 就会变1次方 好 然后呢 微分second呢 是second tangent second tangent 然后呢 在微分里面的3x 加5呢 应该会有一个3 所以最后呢 是6个 second有2次 second有2次 3x 加5 tangent会有1次 tangent 3x 加5 ok 大概是这样啊 然后 这一题也是一样 微分 3拉下来 3次方变2次方 微分里面 得到 cos x 好像没什么法 cos 拉前去写而已 所以没有什么差别 ok 很好 再来这题 啊 这题 很特殊 sine里面 又在cos x 所以这题 它是练导法的 一个情况 啊 所以这个第一步 好像不太正确 啊 你要整理的东西 所以第一步 其实你直接的 微分就好了 你把cos x当作 就是有 sine 微分 得到 cos 对啊 所以我们就会有cos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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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的情形 过后你就要微分cos x 微分cos x 就会有一个 -sine x 所以最后你再把 -sine x 写前去啊 -sine x cos cos x 啊 所以这题 它还是这样子的 有点 有点 special 啊 有点特别了 啊 这个情况 alright 再来看这一题 第16题 g 你这个有两种做法 第一个做法 我们就 做成把公司的微分 再来 因为sine跟cos 很特殊 你再乘多一个2给它 它就会得到什么 2sine cos就会得到两倍角 对吧 我乘2除以2 那我就会得到sine 4x 除以2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微分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为什么 因为二分之一方前面 微分sine x得到 cos 4x 在微分里面呢 会有一个4 4跟 2 越减得到2 所以它的答案是 2cos 4x 就可以得到 这个答案 再不然呢 你如果 用这个成把公司的话 我们就会有 保留前向 微分后向 得到 微分cos 2x 得到 sine 2x 有负吗 有负 有负 负负 这边 然后呢 再加上保留cos 2x 为分sine 2x 就会得到cos 2x 所以它会得到什么 它会得到cos 平方2x 减去sine 平方2x 所以这个就是cos 两倍角公式 也不敢于是 还有一个2 还有一个2 所以抽一个2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两倍角公式 它就是两个cos 4x 所以这个我忘记了 微分 还要微分2x 会有一个2 所以有两种答案 你可以这样子成见的 这一步 你其实就可以停的 OK 所以我比较喜欢 cos 4x 的 呈现 第16题 h OK 第16题 h 我们看一下 呃 只会做了 惩罚公司 保留前向 微分后向 得到2cos 2x 保留后向 sine 2x 微分前向 是3x 平方 呃 过后呢 把2拉前去 写 呃 抽x 平方出来 其实抽不抽 应该无所谓 这个后面给的答案 是这样子的 OK so 可以啦 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来这一个 这一步应该是微分了吧 是有微分还没微分 应该是微分了 应该是做了一个 惩罚公司 然后呢 保留前向 微分后向 加上保留后向 微分前向 我们来看一下 保留x 选1 微分 微分 cos x 平方 得到 负3x 平方 再 微分 x 平方 得到2x OK 大概是这样 保留后向 微分前向 是1 过后呢 再把这个2x 拉前去 呃 把负 也 沉进去 应该 应该要有 挂 5 应该要有 挂 5 应该是这样子 放不起来 嗯 嗯 这样子放不起来 呃 后面也是这样子写 后面他给的答案是这样啊 cos 平方 因为他是加的 他写前面 然后呢 这里他抽一个负出来 然后呢 就会有2x 平方 减2x 然后呢 才乘上这个x sine x 平方 OK 所以大致上 呃 对了 哦 这是算是对的 哦 这是漏了一个 矿平的 再来看第16题 这边我们做 除法公式 分母 分母取平方 对吧 啊 分母取平方 保留 保留分母 为分分子得到 0 啊 为分分子得到0 过后呢 减去保留分子 为分分母 得到 cos x 减 sin x OK 所以这个呢 基本上是去掉的 我们就会有 sin x 减 cos x 啊 复乘进去呢 就会对掉了 OK so 我们的答案呢 应该是这样 sin x 加cos x的平方 分子 sin x 减cos x OK 第16题 K 乘法公式 除法公式 分母放平方 保留分母 为分分子 负5 负5 呃 负5 sign 你放个点 好像不是很够啊 最好放多一个挂谱 区分开来 毕竟它有一个负 会不会会很 有点 misleading 人家会以为是一个减法 OK 减去保留分子 微分分母 会有三个 cos 3x OK 3可以拉前去 呃 负5拉前去 所以负5 sin 3x sin 5x 减3个 cos 3x cos 5x 呃 除以下 OK 最后面也是这样子 OK 很好 再来这一题 分母取平方 保留分母 为分分子 得到 负3x 保留分子 为分分母 得到 cos x 展开得到 负3平方 诶 有点跳步吗 反正有点跳步哦 负3平方x 减去 cos x 减去cos 平方 x 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对 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所以你这个好像都错了 哦 所以 呃 接下去呢 3平方 你的负筹出来 3平方加cos 平方是等于1 对 所以他就会等于 负1 减cos x 除以3 平方 x OK 所以这边是 弄错了一条 你 三 可能你当初是 除法还是怎样 约调的 编1 还是这样 OK 所以这边 弄错了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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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